最近演藝圈陷入MeToo風暴 部分女藝人紛紛勇敢跳出來 說自己的經歷 17日啦啦隊女神林香 帶著師妹雅涵 子玲 親娘出席活動 也被問到性騷擾的話題 性騷擾的部分 我覺得我自己是在網路上偏多 因為我以前就是拍比較性感的照片 跟我們都是出寫真的 遇到這種騷擾跟這種狀況的話 我自己是選擇適合不見 對 我們都選擇適合不見 有遇過什麼樣的騷擾 可能就是他們會分享他們自己 重要部位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就會嚇到 那現在IG比較貼心 有設定一些勿勞的功能 就是照片會打懵 所以現在就是可以知道 這張照片可能有一點問題 所以就盡量不打開 在現場遇過一些比較不禮貌的行為嗎 不會 他們就是很開心的 拿著大炮在拍我們 然後我就是瘋狂對那些大炮放電 所以呢 好像也沒有 我自己也是樂在其中啦 對 關係一下短經最近的狀況 因為我們 我跟他不太熟 但是有聽到他的新聞這樣子 對 所以之前在試鏡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比較怕燙燙的 其實我沒有試鏡過 對 我本來沒有試鏡 他直接寫真書出道 對 我直接是寫真書 我沒有遇過試鏡 對 嗯 因為我沒有拍過試鏡 表演課的時候用過 表演課 因為我們表演課是一群人 大家一群 一群人一起上表演課 所以沒有遇過 嗯 尺度上面的就是 交給公司來評估 對不對 公司覺得OK 那我就做 我本身就是簽進業的人 對 很相信公司的安排 盡量呢 避免獨處的空間 然後如果你要工作試鏡的話 盡量找經紀人 或者家人 或者是友人陪同 對 這樣 拍照的話呢 就是要做好 防護的措施 該切的胸肩啊 該切的一些 膚色膠帶都要做好 然後盡量找幸運的攝影師 對 然後盡量也不要一對一 對 就是剛好工作比較忙一點 也比較沒有辦法 正餐的時間好好吃飯 現在幾公斤 41.7 哇 41.7是人是最瘦的 我 我剛出色那一刻是最瘦的 就是真的沒有刻意 特別的去減肥 他自己也想要胖一點啦 因為我覺得太瘦有點調脆 對